准时收看 古奇一行者的投资朋友 千万不要忘了 举起你的手指头点三下 第一下给老师按个赞 第二下分享给你身边的投资朋友 第三下按下订阅追踪我的影音频道 行情变化万千 跟着我决胜谈指之间 欢迎收看古奇一行指 我是专业齐全分析师邱毅良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台子期的收盘表现 台子今天下跌98点来开出 最低点出现在早上的9点钟 来到19739 那么最高点出现在中午的11点11分 来到19999 那么整个震荡区间总共是172点 而现货的成交量 今天是来到了4634亿 那么老师下的标题是什么呢 叫做结算效应 各位投资朋友 为什么今天老师下这么一个标题呢 我们可以看到 昨天是挥打GTC大会 激励了科技股走强 那美国股市如同我们的预期一样 成功的守住了上升轨道全面反弹 不过呢 台子的夜盘却是涨多拉回 今天早上甚至以下跌将近百点来开出 那么各位投资朋友 昨天的行情是开高走高啊 中场大涨了将近200点 那么呢 今天早上行情却是大幅度的开低 很多人就担心啊 会不会今天啊 空方再度反扑 行情会大幅度的下杀 但是事实上呢 你可以看到 今天的行情啊 跟昨天的走势几乎是完全一样 都是呢先蹲后跳 而且收在当天相对的一个高点 那么虽然啊 行情是千变万化 但是老师总是认为啊 这两天老师告诉大家 这个利空消化完毕之后 其实对于行情来讲 往往都是一涨难跌 但是呢对于当冲来说 其实你只要掌握到关键的方法 其实做多做空都是有机会的 如果你不会的话 我来教你 首先第一件事情 我们当然要分析 早上整个盘式结构 透过老师的看盘口诀 稳盘靠现货公式看期货 今天早上行情大幅开低 究竟会不会开低走低啊 我想很多人都在想这个问题 可是呢今天你只要透过我的方法 其实你很快就能够发现到 今天盘式并没有大幅下杀的风险 为什么呢 各位可以看到这第一句话 稳盘靠现货 今天早上开低 台子开得比较低 但是呢整个大盘也就是现货啊 其实跌幅是明显比台子要来得小 而且小得非常的多 虽然盘面上电子遭到了空方的锁定 电子期的走势是比较疲软 但是呢从整个盘面上的结构来看 这叫做空方控盘 但是力道有限 尤其是呢明天就是什么 台子期的结算日 而在结算日的时候 往往都会有结算效应 这也就是为什么今天行情啊 会开低然后缓步走高 那么也许有些人会认为 老师是看图说故事事后诸葛亮 事实上在今天早上 开盘短短的6分钟之内 老师就已经把今天的盘式架构 做了一个非常完整 而且非常精确的分析 我们就来看到 透过早上期货跟大盘的成交量 还有期现货之间价差的变化 将老师多年来的经验 今天给会认朋友第一手的分析 台子前五分钟是成交了6703口 是大于过去五日均量4103口 那么现货今天开盘是成交了166亿 那么五日均量是多少 200亿 所以现货的量反而是比较小的 所以其现货成交量未同步 行情延伸度有限 今天早盘现货比台子抗跌 而电子的跌幅是领先金融 显示什么呢 空方空盘但是力道有限 重点在最后一句话 在结算前夕 台子向现货靠拢的机会大 要留意反弹 各位投资朋友 什么叫做结算效应 就是在接近结算日的时候 这个期货现货价差出现的情况之下 通常都会出现收敛 可是是谁向谁收敛呢 依照老师这么多年的经验 我认为往往都是台子向大盘现货靠拢 所以今天虽然开盘是逆价差 什么叫逆价差 大盘比较高台子比较低 这叫做逆价差 那么在逆价差出现的情况之下 在结算前夕往往是台子向现货靠拢 所以只要是逆价差台子就会往上来提升 这叫做结算效应 所以呢如果在今天早上 你能够一开盘就知道今天啊 整个盘式结构还要留意结算效应的话 那么当行情来的时候 你是不是就能够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呢 那如果每一天早上 你都能够快速掌握今天的盘式架构 对你的操作来讲 绝对有非常大的帮助 那么除了了解到今天的盘式架构之外 当然我们要看一下早上一开盘的时候 主力是做多还是放空 那么怎么样能够知道主力的多空动向 这时候就透过老师的独门指标 就是我的预估开盘价 今天的预估开盘价是19855 各位投资朋友 这是在每天早上台子期开盘之前 系统所计算出来的预估价 等到8点45分实际开盘之后 我们把实际开盘价跟预估价来做比较 一秒钟就能够知道主力的多空动向 我们来看一下早上的截图 今天是3月19号 光速指标预估开盘价19855 今天实际的开盘价是19816 当实际的开盘价小于预估价 就代表一开盘的当下 主力是偏空操作 我们来看一下公布的时间 是在今天早上的8点43分 所以各位 我们的会员朋友 透过早上的预估价 那么等到实际开盘的时候 马上就知道 今天主力是偏空操作 那么既然主力开盘偏空 当然我们第一笔单 就跟着来进场做空 所以今天我们第一笔单在哪里 在一开盘的时候 8点45分 19816 进场做空 那么同一时间呢 今天同样的 在8点45分 也来到我们的空方加速点 代表呢往下突破这个点位 行情会加速下杀 所以在19805 我们再加码做一笔空单 你可以发现 今天早上 如果你能够一开盘 就知道主力的多空动向 连续两笔空单进场 各位前面这一段啊 就有非常大的一个获利的空间呢 那么呢 各位可以看到 今天呢 行情在这里出现一个快速的反弹 这个地方是今天空单输赢的关键 也许有些人也是一样做空 但是如果你没有补在这个关键的转折点 是不是你的空单可能会赚钱变赔钱 那不用担心 今天你只要跟着我进场 这一条红色的线 我们在开盘之前就已经画出来了 各位是在开盘前 这条线就是我们所预判的关键的转折点 点位在哪里呢 各位在今天的19740 刚好在9点钟的时候来到这个位置 今天最低点是19739 而我们是在19740 预告今天的转折点 只要在开盘的时候 19815这边啊 816空下来 短短15分钟 各位一口单就有76点的价差 是一口单 不是两口不是三口哦 短短15分就能够落贷为安 那么接下来在这里反手做多上去 不管你平仓在任何一个点位 这里绝对是一个最佳的买点 那么到今天的高点 一口单也有171点的价差 所以各位投资朋友 今天不管行情是大是小 是涨是跌 我说过 对当冲来讲 这些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要掌握到当天的盘式架构 加上指标还有操作的技巧 其实你每一天都有机会把行情变钞票 有图有真相 我们来看一下早上会员收到的简讯 首先呢 8点45分 3月起止开盘价附近 试驾做空 这就是我们的开盘光速指标 多通光速指标 大数据运算 领先全市场 开盘就出手 让你离在起跑点 早上5点 台子夜盘休息了 6点一到 每股期货开始起跑 7点半 日经动起来了 8点整 韩国也跟上脚步 透过小稻穷 小SMP500 小纳斯大克 日经 及韩国股市 在台子8点45开盘前的 降跌幅度 及近期与台子的联动性 加以计算 就能得到台子在8点45的 预估开盘价 若实际开盘价 大于预估开盘价 代表开盘有明显多方力道进行 当天盘式通常上涨机会大 若实际开盘价 小于预估开盘价 代表开盘有明显空方力道进行 当天盘式通常下跌机会大 市场真正领先指标 开盘就知盘式强弱 我们的光速指标是市场上 真正唯一的领先指标 只我们有办法在一开盘的当下 马上掌握主力的多空动向 做股票 大家都想知道 主力大户是怎么做的 同样的道理 如果今天你在做当冲 一开盘就知道主力的多空动向 是不是就有机会能够赢在起跑点 再来我们看到 同样的8点45分 3月起始目前19805附近 收讯后试驾做空 这就是我们的当冲智能指标 做空智能指标 投资朋友是不是常常在盘中下跌的时候 进场放空 结果行情马上反弹 当行情在盘中急涨的时候 进场做多 结果行情又出现反转 行情震荡明明不大 却被扒过来扒过去 只要有多空智能指标 就能解决你的困扰 每天开盘前 透过系统运算 找到近期成交密集区 与盘中转折点 透过程式计算出 近日盘中多空关键价位 当行情突破多方关键点 就会加速上涨 跌过空方关键点 就会加速下跌 只要掌握多空加速点 就不会在盘中浪费子弹 让你划着更简单 获利更轻松 不管是光速指标 还是智能指标 虽然计算的方法跟逻辑不一样 但是都能够帮助投资朋友 找到当天漂亮的切入点位 那么两个指标一起搭配来操作的话 当然你的胜算还能够大幅度的提升 泳城国际头部 秉持诚信 专业 客户至上 领先掌握市场先机 阵容坚强的知名分析师 一流的研究团队 专业扎实的研究分析 为会员创造一流的绩效 成就市场一流的口碑 泳城国际头部 拥有完善制度 顶尖一软体设备 恶富投资准确性及时效性 用心对待每一位会员 提供精辟独到的投资建议 我们是您永远的依靠 我们是您投资的无二选择 泳城国际头部 用诚信专业创造绩效 一通电话财富翻倍 一通电话兴旺无限 泳城国际头顾 入会专线 02-2563-9777 02-2563-9777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民师 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 都在股动乾坤 今天早上8点43分开盘之前 各位盘前推算 今天的压力是在19970 支撑是在多少 19740 所以各位今天只要透过我们开盘前所预告的转折点 是不是你就能够以意代劳 这就是我们的 旗子当冲最佳工具 阴眼预判系统 每天早上8点35分 胜负已定 掌握阴眼 掌握关键 过去我想大家都买过一些看盘软体 或是参加过一些当冲的群组 不管是软体还是群组 它会提供你很多道的转折点 究竟哪一道最关键 各位没有人告诉你 你只能够凭运气自己拆拆看 但是老师的阴眼预判系统 最大的差别是 第一个事前预告 今天行情反弹的非常快 如果你是在盘中赶快叫你进场挂单 往往是来不及 可如果今天你是在开盘前 就已经知道今天的转折在哪里 行情一打下来马上反弹 你是不是就能够顺利的成交 所以呢这是事前预告最大的优点 再来呢我们会在所有的一个点位里面 老师会帮大家挑选出一来 出一道最关键的压力 跟最关键的支撑 你没有听错就是一道 那么呢既然提供你最关键的转折点 你是不是就能够集中火力 而不是每一道都去挂挂看 试试看 所以呢做当冲 其实只要把握两个重点 第一个开盘之后的方向 第二个盘中关键的转折点 只要把握到这两点 不管行情如何变化 其实你都能够轻松的进场来操作 所以呢如果你想要知道 明天如何切入 哪个地方是最好的买点 哪个地方是最佳的空点 赶快打电话进来 跟上我们的行列 老师绝对是市场上最专业 而且是唯一在讲期货的分析师 那么呢我们再来看一下 明天就是台子期结算了 昨天老师有跟大家看到 这个选择权的支撑压力表 这个表格可以告诉我们 这个选择权流仓部位的变化 也能够了解到 今天的支撑压力在哪里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以卖权的部分 卖权部分最大的未平仓量 三个我们把它连接起来 就是呢在19700 1960跟19600 这三个地方的未平仓量最大 所以它是支撑 为什么 今天如果你是庄家 你是做卖方 你当然不希望 行情往下跌破这些区间 因为一旦跌破 你就要被迫履约 就要拿钱出来 对不对 所以庄家在作驾的过程里面 他当然要守住 未平仓量最大的地方 只要守住不破 他就能够收到 这些所有的权利金 那么相对的 我们来看一下压力在哪里 压力最大的三个买权的未平仓量 就是在哪里 2万点 2万050点 还有2万0100点 那么呢 我们把它加总起来看一下 上面呢 这三个旅约价 总共未平仓量是 46,432口 这边是48,000多口 是不是跟昨天的区间 又往中间来做靠近 所以越接近结算 越能够抓得出 整个行情啊 结算的位置可能的落点 那么除此之外 还有一个更好的方法 就是透过老师告诉大家的 价量比重图 价量比重图 是把所有的价格成交加总 从2月21号到现在为止 把所有的成交量加总起来 其实呢 这个地方压力点很明显的 就是在19950 那么支撑呢 这个地方成交量最大 就是在19800 所以他是不是又把整个区间 又往中间集中 所以透过成交量的分布 你就能够知道 真正的压力点在哪里 跟支撑点在哪里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 明天结算没有意外的话 通常就是结算在 19800到19950之间 因为呢 在这个地方有非常多的筹码 短线上啊 如果没有出现 比较大的成交量 做突破的话 通常都会成交在这个位置 所以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 但是同样的道理 好事还是要提醒大家 行情是变化万千 所有提供给大家这些资讯啊 都是老师透过专业所收集出来的 但是呢 在操作上还是要根据当天盘式的变化 最好的方式 当然还是跟着我一起来进场 我会把每一天盘式 所有细微的变化 通通都来告诉你 到底哪个地方进场最安全 那么呢 我们再看到 除了早上在9点06分 老师给的第一手报告之外 当9点20分左右 有越来越多的资讯进来 我还会整理一个 更详细的多空关键 给会员朋友来做参考 我们首先来看到 第一个 GTC大会激励市场信心 科技国走强 美股反弹收红 那么第二个 早盘开低 现货比台子抗跌 而且呢 呈现逆价差 结算效应由流逸反弹 那么第三个 美元连续反弹 突破月线 外资转向 而且台子进空单 将近上万口 再来呢 第四个 电子招锁定跌幅 未能收敛 空方积极控盘 压抑反弹力道 看一下结论的部分 今天呢 盘中逆价差 虽然持续扩大 但结算日 通常为台子向大盘收敛 结算效应 有反弹值得留意 能不能够正式转强 电子期的表现 是非常的关键 各位投资朋友 如果在每天早上 9点20分 你也能够收到 我替会员所准备的 这些资料 我相信 你就能在最短的时间里面 充分掌握 今天盘面上 所有的多空重点 从现在开始 不用自己 辛辛苦苦的找资料 你只要动动你的手指 打开你的LINE 加入我的ID 我的ID是 小老鼠SS168 小老鼠SS168 只要加入我的LINE 就算你现在还不是我的会员 留下你的联络电话 或是直接打电话进来 助理就会来帮你做设定 早上的时间 就能跟会员同步接收到我的讯息 不管你是想做多 还是想放空 只要了解到整个盘式结构 自然就能够趋吉避凶 更重要的是 这些资讯完全免费 那么也可以扫描上面的QR Code 直接订阅我的频道 只要最新的解盘影片 最新的教学影片 都能够得到第一手的推播 我们再来看到 行情来的时候 选股票不如做指数 各位投资朋友 昨天大盘上涨了200点 但是涨幅是集中在 少数的全资股 今天行情开低走高 但是有半数的股票 还是出现下跌 所以今天行情来的时候 不管是开低走高 开高走高 你选错股票 基本上都赚不到当天的行情 但如果你做指数 能够掌握到关键的好方法 掌握到非常好用的指标 每天其实都有机会 把行情变钞票 如果你不晓得怎么做的话 你当然要找一个 最专业的分析师来带着你做 那么我们再看到 道琼指数啊 如同昨天我们所讲的 就算前面出现利空拉回 但是它只要没有脱离原本的上升轨道 其实行情都不是出现转弱的这种情况 那么另外NASA也是同样的 来到上升轨道的下源 其实行情往往都会出现反弹 那么另外 其实S&P500更明显 还是原本的一个盘间格局 透过三大指数的技术形态来看 仍然都没有出现转弱的迹象 除了美国股市之外 同样我们来看一下中国股市 这里呢 同样它也是一个上升轨道 所以很多人都在想说 来2万点的行情到底会不会拉回 老师要告诉大家 至少从外部的条件上来看 美国股市 中国股市没有走落的情况之下 这时候带动台北股市的机会 当然是比较大的 所以想做空的投资朋友 还是要特别的当心 那么呢 我们再看到在加权指数的部分 现在成交量呢 并没有像过去来的大 其实就是在结算啊 大家是偏向观望 但是从技术面来讲 它仍然是有三个跳空缺口 近期虽然在高档横盘 但是呢 月线开始逐渐往上做延伸 来到月线这时候多空势必要表态 但往往我说过 在过去啊 超过两个月的时间 都是在月线之上来做整理 短线即使触到月线 也会出现反弹 所以呢 在这个时候并不是一个 做空最好的时机 那么呢 不管行情是大是小 各位 今天如果能够让时光 回到早上的8点45分 如果回到今天早上一开盘 一开盘你就知道主力是偏空操作 你跟着老师的指标 连续进了两笔空单 各位 光是前面啊 我说过 前面短短的15分钟啊 这个地方是我们盘前所预告 唯一的支撑喔 这个地方就是在19740 短短15分钟 一口单就有高达76点的价差 甚至想做多的人 能够买在这个位置 我想大家是梦寐以求啊 当然老师的操作 都是基得起考验 而且都是本着老师的专业 所以今天只给 这一道关键的转折点 能够买在这里 把这一口单 我们这一口单的停损点啊 是35点 并不是什么100点喔 所以老师每一笔的进场 停损都是固定 不是35点就是40点 所以呢 在固定的停损 没有来到的之前啊 我们把它放到收盘 怎么一口单 也有127点的价差 如果你用两口台子 跟着我来做当冲 今天总共两笔空单 一笔多单 各位总共下来啊 你不仅仅在行情里面 毫发无伤 今天还有机会 能够赚到406点的价差 相当于新台币超过8万块 所以很多人都觉得指数难做 其实并不难 难的是因为你找不到方法 你往往都是靠着感觉来进场 每个人的感觉都是差不多啊 往往都是追高杀低 就算做对了也抱不住 唯有透过专业的方式 你才能够成为市场上的赢家 现在老师啊 特别提供一个非常好的方案 让你的钱变大 首先呢 只要留下你的电话 就马上能够得到开盘的预估价 表示你一开盘 你就知道主力今天是做多放空 或是呢 你留下电话 加上要把钱变大 马上能够得到更多的专业资讯 而且机会不占 有兴趣来操作指数的朋友 一定要把握机会 那么呢 行情变要万千 决胜就在弹子之间 让我用最专业的方式 带你成为市场上的赢家 市场一直都在 行情天天都有 只要保持对交易的热情 找对老师 用对方法 明天你也是赢家 最后老师祝大家 天天做期货 天天有收获 我们下次见 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优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